嗨,大家好,我是胡小韶 昨天呢,小韶遇到了一个难题 我正在打一件这个台湾版的一件娃娃三的大衣 这个大衣呢,是我12年前买的 当时的时候我记得是花了580 因为非常的喜欢这件衣服 直接从老板娘的身上给扒下来的 因为只有仅仅一件 当时这个品牌是一个台湾非常有名的 一个女装品牌 现在呢,因为时间比较久了之后 那个面料啊,都乞求了 然后有一些些的没有以前那么好看了 所以呢,我就想把这个板做出来 重新用我喜欢的面料 再去仿制一件这个大衣 但是在打板的过程中 我遇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通常的情况下啊 像这种宽松型的 我们是不打凶审的 但是经过研究之后 我发现这个宽松型的这个大衣 它是有打胸绳 并且还进行了胸绳转移 最大的难点是 它还是一个插肩绳 所有的问题集中到这里来了之后呢 哎,早上的脑袋就有点不太够用了 昨天反反复复的打凶数遍 这个视频前前后后也录了很多遍 但是按照我的方法打出来 整个衣型可能是没有问题的 做出来可能也 看不出来跟原版有多么多么大的 就是不同 整个的外形还是差不多的 但是在细节的处理上面 它是有区别的 一个做胸绳跟没有做胸绳的衣服 穿在身上的效果 还是有明显的区别的 其实每一款衣服 不管是宽松型的还是合体型的 我们都应该打胸绳 只是将这个胸绳怎么样处理 为了方便 所以基本上很多的板师 很多叫大家做衣服的老师 打宽松型全部省掉了这个胸绳 但是这件衣服它是没有办法省掉的 所以呢 昨天打到就是有点崩溃了 后来下午的时候我就想转换一下 就三四点钟我就差不多就回去了 回去之后直接用电脑去打 还是没有摸到这个头绳 因为在整个平台里面 没有可以借鉴的东西 没有老师在平台里分享过 就是宽松型怎么样去处理这个胸绳 包括啊这个袖拢身 这个擦肩袖的话我们一般就会袖拢身很深 但是我们正常的BP点是要怎么样去打呢 也问了一些朋友 大家都没有见到过这样的问题 昨天小时候也把这个问题发到了朋友圈 也有一些朋友给了小时候一些建议 后来我就没有去继续打这个板 而是不停的去寻找这个答案 今天呢我想按照自己的思路跟方法 继续的去打这个板 我相信呢经过我的不断的努力 这个板我是能够打得非常的接近原版的 其实如果说仅仅只有一个实物 我们不按照它的数据 按照自己去打外形是非常简单的 但如果说有一个实物 你要做到完全一模一样的尺寸跟标准 最后做出来一样的效果 这个博样其实是最难的 其实很多的服装公司 他们的板就是去外面买的别人的样板 回来之后将它拆掉 然后用一种绘图仪 将这个板扫描下来 放到电脑里 然后我们再放马 整个系统的板就出来了 很多的公司其实都是这么去做盗版的 但如果不去拆一件衣服 而仅仅凭借自己的经验 去打这个板而要做到尺寸 要一模一样 成品效果一模一样 这才是最考验一个板师的 所以呢 我就想检验一下自己 能不能将这个衣服不拆掉 凭借自己的经验方法 将它能做到完全的去贴合这个原板 希望小勺的卤力能够成功 打好了之后 大家就会去见到 小勺会分享给大家的 包括这个版型 制作工艺方法 以及成品展示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点赞 关注与转发 也感谢自己 坚持不懈 坚持自己的想法 做自己想做的事 希望喜欢小勺的朋友们 一路追随小勺 我们一起学习 一起做衣服 能够做出更多更满意的衣服来 拜拜